大家好,我是Stan 打破七年魔咒全员续约的女团TWICE 今天已先去TOKETO回归了 而这张专辑在24号就已经突破了100万张的预售 刷新了TWICE自身的最高纪录 而这也是继BLAEPINK ASFA之后 第三组专辑预售突破100万张的KPOP女团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TWICE先去TOKETO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这次的歌也太好听了吧 副歌一直在懂中徘徊 能让我回想到10 15年前的歌 真的太喜欢了 歌词一个都听不到 但是曲子很好 哇 吉友跟Sana也太漂亮了吧 疯了 TWICE比起年次还是有新鲜的感觉 副歌是很好听 但是其他部分都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是TWICE所以排名应该会很高 但是第一次觉得不是那么好听 歌曲很一般 但是吉友造型太好看了 不能不要唱RAM吗 TWICE的歌曲很好听 但是一出现RAP就会泄气 巧云的表情看起来很好 所以很高兴 别的部分也很好 但尤其是最后哪样高音部分 真的是像喝了汽水一样特别爽快 就是这个部分 超喜欢 尤其是最后的QR部分 真的是超感动 对 MB结尾会出现一个QRcode 用手机拍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IG贴文 这是TWICE在2015年11月3号上传的贴文 2015年11月3号 这一天是TWICE的粉丝名 Once 正式诞生的一天 很多粉丝们说喜欢Once这个单词 Once and twice 一次然后两次 感觉很像是真跟线 粉丝们给予我们的爱 我们会用两倍的爱来报答的 Once and twice 我们永远在一起吧 爱你们 我是Once吗 为什么会流泪呢 不是Twice粉丝 却突然想要流泪 这真的是犯规 突然变成了拍个QR酷的就会哭的人 这照片真是回忆 Twice粉丝们应该真的很幸福的 粉丝们应该会很感动吧 多人组合 还有四个外国人也能全员序愿 Once正式诞生的一天呢 然后大家知道吗 在MB中呈现输入的代码 也是151103 Once诞生日 Twice虽然现在已经很成功了 但是希望能更成功 对于Twice的兴趣 TOKTETO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啊对了 这个礼拜的英伎改善 Blackpink Twice Ibu Nugis 女团大张众的女团们都会出演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